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Сьогодні ж з боку окупантів пролунала нова заява, яка свідчить про підготовку ними нового етапу терору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 та наших захисників Один з рупарів окупантів заявив про те, що вони можуть застосувати хімічну зброю проти захисників Маріуполь 好,我们知道 Маріуполь的地理位置相当优越,所以让俄军不惜任何手段都要拿下 而当地的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6旅也在脸书发布最后一站的诀别贴文 表示他们已经快淡尽两绝 接下来恐怕就要跟俄军来进行肉搏战 另外,泽伦斯基在南韩国会演说的时候 表示马里乌波尔已经有数万人死亡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 这将会是乌俄开战以来 乌克兰截至目前通报最多死亡人数的地点 不过俄罗斯并没有要因此罢休 俄国外长表示在下一回谈判之前 俄军不会停火 不过马里乌波尔苦战一个多月 虽然说俄罗斯也已经扶植了傀儡市长 但事实上俄军还是无法全面的掌控 像是在港口跟钢铁厂区双方都还在激战 马里乌波尔港口爆炸声不断 多处冒出浓浓黑烟 俄军忙着疏散船上的工作人员 根据俄军的说法 现在战斗主要集中在港口与钢铁厂两大区域 亲俄民兵在马里乌波尔街头为坦克填装弹药 在坦克掩护下扫荡每一栋民房 他们放话要将乌克兰反抗势力连根拔除 18岁的学生士兵原以为战争可以很快结束 乌俄战争打了一个多月 俄军想要打通乌东连接克里米亚的南部走廊 关键据点马里乌波尔还是没有完全拿下 不过俄国电视台已经在宣传 俄军任命了新的市长 报道还说他们协助百姓撤离战区 施予人道救援 乌克兰方面则指控 俄军不让民众撤退到乌克兰掌控的区域 还在市区内设立集中过滤营 等于是变相绑架老百姓 只是乌克兰民众的反俄情绪越打越高涨 连拄着拐杖走路的88岁阿嬷都豁出性命 痛骂来犯俄军 俄罗斯持续以飞弹火箭攻击乌克兰平民 锁定难民聚集的火车站轰炸 飞弹外壳甚至写着给孩子的字样 官员表示许多儿童伤势严重 必须截肢 这也导致搭火车逃亡人数骤减 临近车站原本每天 有两三千人抢搭火车离开 现在月台却变得空空荡荡 尽管如此 先前才坐火车访基辅的英国首将强身 还是盛赞乌克兰铁路局员工 在战争期间展现了不屈不挠的任性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 俄罗斯的侵略野心 其实锁定了整个欧洲甚至是亚洲 所以协助乌克兰挡下俄国 对于所有民主政体的安全至关重要 泽伦斯基在南韩国会演说 特别提到1950年代的韩战 说当时国际社会给予许多协助 帮助他们挺过来 他希望韩国人感同身受 提供武器支援乌克兰击退入侵俄军 TVB的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好 接下来第一位加入我们讨论的是 国际组的资深记者郭展玉 展玉我们首先要来跟你请教 乌俄战争今天是第48天了 我们知道目前最新的状况是如何 是的 我们现在拿到的 这个是最新的画面 就是美国的CBS电视台 他是到乌克兰去采访乌克兰的 总统泽伦斯基 可以看到采访团队必须要打开 手电筒才可以走路 为什么 因为这是乌克兰的作战中心 而这个作战中心也是第一次 在媒体镜头前曝光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 因为这个地方是不能开灯的 因为一开灯 很可能就会被俄罗斯锁定来攻击 所以这个地方必须要打开手电筒 来走 在里面行走 事实上基辅这个地方过去这几天 因为俄罗斯已经撤出了基辅 所以基本上基辅这个地方是安全的 不过俄罗斯他的大军 过去几天是往乌克兰的南部 以及东部来移动 而未来几天他们的攻势 可能会集中在乌克兰 东南部的港口城市马里乌坡尔 泽伦斯基也表示 在马里乌坡尔 现在已经出现了上万名的死者 而且这个死者的人数 很有可能会突破2万人 而他也指控了俄罗斯很有可能 是动用了化学武器 我们来听听泽伦斯基怎么说 其实除了泽伦斯基以外呢 包括了马里乌坡尔市的市议会 昨天也在社群网路上表示 现在马里乌坡尔市内 可以说是失衡遍野的状态 而且这些死者当中 其实有很多是出现了 呼吸困难的症状 所以他们怀疑 俄罗斯军队使用的武器 就是砂灵毒气 他们指控俄罗斯可能是透过 无人机的方式 从空中撒下砂灵毒气 来进行攻击 因为在叙利亚内战的时候 事实上当时俄罗斯帮助叙利亚的 政府军作战的时候 也曾经动用砂灵毒气来 杀死了很多叙利亚的平民 所以这样的指控 其实并不是空穴来风 不过到目前为止 外国媒体都还没有办法查证 俄罗斯是不是真的 已经动用了化学武器 只管如此 马里乌坡尔的状况 可以说是非常的危急 因为驻守在这边的乌克兰的 海军图战队第36旅 昨天是在网路上公开了 他们的诀别信 他们说在这边驻守了47天 因为弹尽圆绝 而且得不到任何的补给 目前他们的伤兵 已经达到整个旅的一半以上 这也迫使他们必须出动 通讯兵 司机 甚至是厨师 以及乐队的乐手来担任 守城的工作 因为这个36旅 海军陆战队36旅 是整个驻守在马里乌坡尔的 乌克兰军的主力部队 所以当这个主力部队 目前遭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情况之下 外界普遍认为马里乌坡尔 可能会在未来几天之内 就会落入俄罗斯手中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 主播 好 展玉如果刚刚我们所谈到的 这个化学武器的消息属实 恐怕也是让俄罗斯的战争罪 证据再添一笔 那第二个问题 要请展玉帮我们来分析 拜登未来动向的一些背后含义 因为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美国总统拜登 他预计在5月的下旬要访问日本 而且他计划是跟日本 印度还有澳洲的领袖 要举行四方安全会谈 那么聚焦的议题 当然就包括了乌俄战争 还有印太区域的和平 那么大家当然很好奇 有时候会不会谈到台海问题 或进一步对台海安全 做出任何承诺吗 展玉 是的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他是在昨天晚间 跟印度总理莫迪来进行视讯的会议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从上个礼拜的联合国大会 当时是要投票 来将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当中 停权 而当时印度是大国当中 少数投下反对票的国家 所以印度他的态度 整体来说是亲俄的 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 急着找莫迪来视讯会议 就是希望能够改变印度的态度 关于乌克兰局势 美国总统拜登 跟印度总理莫迪有什么说法 我们来看看下面他们怎么说 我希望能够邀请印度 导致的社会导致导致 导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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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事实上拜登在这场 视讯会议的开场的致辞的时候 他就提到了 很期待5月24号 能跟莫迪在日本东京碰面 而这似乎也代表着 拜登将在上任之后 首度造访亚洲 而这个时间点 就会落在5月24号 日本媒体也推测 当天可能就会举行 他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印度总理莫迪 以及澳洲总理莫里森的 四方安全对话 而最期待这场四方安全对话的 莫过于日本了 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上个月 其实是在日本北海道北方的 南千岛群岛进行了 上万人规模的军演 是严重威胁到日本北边的安全 除此之外 北韩在今年已经试射 超过10枚以上的飞弹 而且现在外船他们很有可能 在今年会重启整个核子实验 当然还有中国的解放军 是持续的用军舰以及飞机 是侵略日本西南海域的 整个领空跟领海 这样的状况之下 日本其实他的安全保障 是非常非常有危机的 所以日本媒体也推测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很有可能会在这场四方会谈当中 以及拜登总统 他造访日本之后的 美日的领袖峰会当中 其实很有可能会提出要求 要求美国做出具体的保证 在日本出现有事的状况之下 美军会持续的派兵来协防日本 当然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提到了 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 所以台湾海峡一旦出现状况 当然也包括了日本会出现状况 所以美国是不是会在 当台湾海峡出现状况的时候 美军是不是也会派兵来协防 这一点也是日本会非常关注的 换句话说 在5月24号 美国总统拜登前往日本 来参加四方会谈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能够做出什么具体的承诺 很有可能都会影响着北京的态度 以及接下来对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主播 所以展玉刚刚提到这一场的四方安全对话 目前预定是在5月24号登场 到时候也请展玉要持续帮我们留意 我们也非常谢谢展玉详细的分析跟说明 当然继续看到俄罗斯现在持续的进攻 光是过去一天就攻击了86个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似乎也是想要切断乌克兰在顿巴斯的补给线 而且最近俄罗斯的坦克长蛇又再度出现 加上普辛把这个势利亚图夫也派到了前线来指挥 乌东恐怕将会爆发大规模的血栈 导弹连射目标锁定乌克兰的装甲战车 还有防空部队 俄罗斯透过卡尔尔攻击直升机继续发动攻势 也加强攻击乌克兰的中部大臣地灭伯罗 俄罗斯宣称过去一天就攻击了86个军事目标 地涅波罗机场也全毁 附近基础设施受波及 俄军新一轮轰炸锁定地涅波罗 尼古拉耶夫哈尔科夫 宣称破坏两个控制点 两个弹药仓库 三个多管火箭系统 49个乌克兰军事装备和支援点 还有8架乌克兰无人机在空中被击落 俄军加大力道攻击乌东乌南 恐怕想先切断能够支援顿巴斯的后勤补给军力 卫星照曝光一条坦克长蛇浩浩荡荡准 准备职攻顿巴斯 高高装甲车载有大炮的军卡 以及其他支援设备 至少百辆车组成的13公里坦克长蛇 再次限中持续往乌东移动 The Russians have put about 120 of what they call battalion tactical groups into Ukraine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ampaign The UK believes that they've had about 20 or 30 of them destroyed This isn't like Stratego or a video game Those forces have been mauled and they're in very bad shape You just can't regenerate and say we're going to send them into battle once again It's going to take a long time if they're ever able to get those forces combat operational again So I think Ukraine has a very good chance 儘管专家认为俄军兵力不可能这么快满血回归 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依旧不敢大意 最新谈话警告国人 乌东可能出现更大规模轟炸 因为现在普京还清点这位叙利亚图夫 德沃尼科夫当指挥官 现年60岁的德沃尼科夫为俄罗斯南部军区指挥官 曾参加1999年到2000年的车臣格罗兹尼战役 造成数千位平民死亡 2015年9月俄军干预叙利亚内战 他成为驻叙利亚俄军的第一任指挥官 不仅使用化学武器 还发动了9000多次战斗飞行轰炸 德沃尼科夫也因此被称为叙利亚图夫 后来获得普京授予俄罗斯英雄的称号 显然普京被逼急了赶快临战换将扭转背局 美国预料这场顿巴斯大战恐怕造成更大破坏 随着顿巴斯大战倒数计时 前线乌克兰士兵也枕装警戒 陆续开挖壕沟 准备迎接腥风斜雨的关键决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美国 在线上方式要参与我们讨论的是 美国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汪吕中 汪教授你好 谢谢主播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汪教授我们首先要来看 奥地利总理内哈默 他是乌俄开战之后首位拜访普京的欧洲领袖 不过整个会面似乎不大妙 因为会后内哈默说他相当的悲观 还说普京坚持一种战争的逻辑 我们想跟龚肇授请教 就你目前所了解 普京是打算打到底了吗 还是依旧有和谈的空间 是 我们刚刚提到了 例如主播提到的所谓的战争逻辑 对普丁来说战争逻辑就是必须要胜利 只不过是个胜利的定义 普丁他可以做出调整 其实我们从一路走来 现在已经进入到40多天 事实上普丁对于一开始的战术 可能是速战速决 可能是想要抢攻整个乌克兰 到现在看起来战术上面 战略上面做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变成了抢攻乌冬地区 也就是说普丁对于他的战争 一定要胜利 但是胜利是可以调整的 至于说能不能有和谈的机会 普丁一开始的设想 就是他必须先抢下了 某种胜利的角度 再来做谈判 根据他自己所取得的优势来做谈判 他在和谈上面 就可以取得比较多的战果 所以普丁的战争逻辑就是必须要胜利 也就是因为普丁是必须要胜利的 所以西方国家一直在谈到的 所谓一些经济制裁 或者是成本的高涨 事实上对普丁来说 如果了解他的逻辑 胜利是第一优先 其他都是其次 成本的考量就不会是俄罗斯的考量 因此在跟俄罗斯在交手 或者是在谈判 甚至在思考所谓的制裁的时候 可能要重新的去想一想 普丁基本上不在乎成本 因为胜利对他来说 他是最重要的 再者我们在这边补充 奥地利的总理 为什么要去做这个调停 其实他这个调停的动作 虽然他认为说 他自己是欧盟国家 不是北约国家 既然是中立国家 比较有机会扮演这个角色 可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到目前为止 大家希望可以尽量的阻绝 跟普丁的任何的交涉 他去谈判 传递出来 所谓的不友善的结果 听起来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现实 可是某种程度也让西方国家 有一点点受到打击 打击的部分在于 已经给了所谓的 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 但是普丁好像似乎 似乎是不为所动 这个到底是让西方国家 能够更团结 还是让西方国家觉得 好像到底要再怎么做 才真的能够改变普丁的想法 可能会出现一些 感觉上可能会出现一些 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许有一些小的相对小的国家 欧洲国家会重新思考 到底应该要怎么来应应 到底应该要怎么来加入 所谓的西方的制裁的行列 毕竟现在对大家来说 很多国家已经受到了经济的冲击 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其实还蛮值得关注的 好 那么就延续刚刚翁教授 所提到的经济制裁 我们知道西方国家 现在已经陆续 针对俄罗斯的石油啦 天然气 煤炭 或钢铁来实施禁令 那么根据统计说 这一连串的制裁 将会使得俄罗斯的GDP 减损24% 超过新台币11兆 那么翁教授 依照目前的态势来看 您刚说普京所谓这个胜利逻辑 就是要一定取得胜利 那到最后要让俄罗斯 恐怕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呢 是 俄罗斯肯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但是就如同我们所说的 在他的逻辑当中成本讨量 并不是像西方国家想象的 成本很高 所以他就会调整他的动作 因为他已经把胜利 跟国家的生存绑在一起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 普丁对内的宣传 我们不管说他大内宣也好 或者是洗脑也罢 基本上把俄罗斯的民族情感 伏伸起来 再加上去强调 如果说这一场战争 不能够取得某种程度的胜利 事实上会影响到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甚至是国家生存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所谓的生存跟经济的发展 很可能普丁是有办法去说服国内的 尤其是在资讯封闭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去说服俄罗斯国内的人民 我们当然可以在外面想象说 俄罗斯的人民不知道外面的情况 或者可能也要进一步去思考 俄罗斯的人民就算知道了外部的情况 在普丁目前还是非常高压的 这个统治之下 能不能够做出一些发生 能不能真的改变俄罗斯的状况 当然我们说到所谓的经济制裁 短期之内我们确实看到了 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 但是为什么到经济制裁 到现在没有办法改变俄罗斯的动作 关键的原因还是在于 所谓的能源跟粮食 俄罗斯的基本的天然条件 如果西方国家没有办法团结一致 到达一种程度 这个程度是完全切断 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完全切断对俄罗斯的粮食依赖 如果没有办法完全切断 事实上短期 现在对俄罗斯经济上面受到准施 但是长期西方所有的国家 也必须要思考自己的成本提高的时候 是不是还能够坚持 大家站在同一个阵线 还是说时间拉得更长 能源的危机会造成很多的国家 纷纷开始重新思考 到底经济制裁 效果不张的情况之下 我还要不要继续进行经济制裁 道德当然我们都可以讲得很大声 但是现实恐怕是很多的国家 尤其是中小型的国家 他们在盘算的时候主要的想法 西方民主国家带头的国家 可能国力比较旺盛比较强一些 可以撑得比较久 可是长期来说 大家也会重新思考成本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去思考说 经济制裁怎么那么困难 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办法 让古丁去回心转意 长期来看 其实现在全球化的时代 任何的经济的冲击 对俄罗斯来说冲击可能很大 可是对西方国家冲击其实也不小 好的 所以现在西方国家的态度依旧非常重要 因为看起来普京他是不惜代价 要达成他一定要胜利的这个战争逻辑 我们也非常谢谢来自美国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 翁吕中 翁教授您非常详细的解说 教授谢谢 谢谢 好 再来要看到俄军全面撤离基辅之后 乌克兰当局也开始检视 俄军犯下战争罪的一些证据 那么发现俄军大屠杀再添一笔 在基辅西边的布佐瓦村遍布遗体 而且被随意丢起 五六个大男人拉紧了绳索 只是另一端绑着的 却是早已冰冷的尸体 亲眼见到家人的遗体 从水沟里被拉起来 这样的场景恐怕没有多少人 能承受得起 发射几乎务之后 既布查阵之后 乌克兰当局又在基辅西边 大约36公里的布佐瓦村 发现了超过50具遗体 有些甚至被俄军丢进臭水沟里 经过连续调查 光是基辅州边已经有超过1200位 乌克兰平民遭到俄军杀害 乌克兰铁勒西要把俄罗斯总统普吉送上国际法庭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痛批 俄军是有系统地屠杀乌克兰老百姓 提起俄军暴力 就为乌克兰阿嬷忍不住老泪纵横 带着媒体回家里采访 只是他家不止没了天花板 连墙壁都惨缺不全 他说家里的东西早被俄军搜刮一空 从乌克兰国防部释出的影片 还能看见俄军连脚踏车都顺手牵走 CNN记者也在俄军战地 找到他们军纪换散的证据 点其上的口粮都被随意丢在正好里 在俄军入侵前 乌克兰的一切是如此风光明媚 即使在长达46天的狂轰滥炸之后 俄军几乎在乌克兰每座城市 都留下汇报弹和队人地雷 让好不容易才能回家的乌克兰人 日子过得心惊胆战 这些人都没回家 二军在乌克兰留下的种种破坏 这种当然得算在普银身上 不幸中的大戏 或许是无情战火中 还是能在乌克兰的小朋友身上 长到一丝丝的天真无邪 天文部的新闻 这么好 充满挑战的元宇宙 4月17日起 周日晚间8点 TBS